噢 它是有可能的模擬專家 它就跟我們講說其實輻射是對人體有益的 你們覺得呢 輻射會對人體有益 因為很多的癌症的病人 要用輻射去造殺死你的癌細胞 所以他覺得我們可以預防癌症 然後他也說很多病人 很多我們現在醫院裡頭用的那個什麼機器啦 檢查機器也都是有輻射的啊 然後照牙齒要照檢查 也有這個輻射的啊 但你們為什麼不去不怕呢 還要去做檢查呢 首先第一那劑量度很低 第二它可以關起來 你不想照的時候 你不想接受檢查 你可以走掉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其他人 他們都要把你要照的人 他就關在房間裡 然後其他的人他們遠遠的然後看到 然後我兒子小兒子 他想要到醫院去檢查 我都要進去陪他 因為他年紀很小 但是我每次進去我都要穿千衣 而且我要寫一個同一手術 如果你將來發生什麼 你要寫說你沒有懷孕 或你沒有什麼 然後將來怎麼樣 你自願的 那如果沒有吃好的 我為什麼要簽 我為什麼要穿千衣 我為什麼要簽這些同一書 我覺得這個字太匪夷 所謂 Anyway 不會事實勝於雄辯 我們不需要再去辯 那我們看下面 公投實現的比較熱門的話題 但是我們不是專家 媽媽建築核電廠不是專家 我們只是提供我們的想法 就是現在的資訊 其實很多 像我們要了一個月 都還沒有給我們這資訊 如果沒有清楚的話 那加上你根本沒有等到安檢 你就要來投票的話 然後包括東北爾德族 康那門 康那門來講的時候 他都說你主文可以運作 這是不好的 是危險 還有門檻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東西 都讓我們站在這桌頭 非常不放心 覺得這不是一個究極之際 好 另外一個我們 那時間還有嗎 我們要講一次 剛才那個主文是什麼意思 沒聽清楚 就是說現在那個 你要公投的時候 他會發一個題目 對 阿題目你可以講說 現在是續建核四不得運轉 你是否贊成續建核四不得運轉 還是你是否贊成停建 你是否贊成停建核四不得運轉 還是另外有人就說 這個是根本 因為門檻的關係嗎 如果你今天把變成 你是否贊成續建 這個結果會是完全相反 對 因為如果你一旦失敗了之後 八年之內不能夠再提公投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tricky 他們們就康納曼 那個諾貝爾的經濟獎德主 他就說這是可以被操作的 好 這是他的說法 萬一隨時都可以提問題喔 因為我說今天是分享 沒有聽懂 所以我們會願意再做一下討論的都可以隨時 會相信很多人這樣過了等一下就忘記 包括自己 南緣政策 所以我們後來覺得 剛剛講到如果我們的政策是 續建核四 其實包括下面的幕僚單位 執行單位 其實他們沒有別的路可以選 他們只有叫做尖的頭往前衝 包括我們台電很多的辛苦的工程人員 很多第一線工程人員 他們也許覺得這件事情 特別是他們在電廠工作 覺得這件事情是危險 但是因為他們 這是一個政策 在那邊 那 能怎麼樣呢 所以我們非常建議的就是 我們甚至上述會把總統說我慶 我們是不是可以 因為我們續建核四為了什麼 因為總統說是為了能源安全 不斷電 讓我們可以電價合理 而且不斷電 那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這樣會不會初衷嗎 我們就能源安全作為政策 好不好 你們覺得好不好 好 能源安全為政策 跟續建核四 以保持能源安全 哪個比較合理 前面的 對啊 因為你能源安全 你可以不同的配套措施嘛 你就可以open minded 就是開放的心胸來 請大家來提建議一個不同的套餐組合 A加B加C啊 大家來 然後公開的 大家就可以 把這個前面的包袱放下 對不對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行 反正我還是提了 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發出 發出 同樣的共鳴 好不好 我覺得這我們 我們一樣能源安全 我們不是不要用電啊 我們一樣考慮到我們工業穩切穩確性 經濟發展做化性啊 但是可不可以退一步 我覺得是給我們更大的一個考量的空間 然後同時在考量能源政策所 我們要討論的是兩個一體之一效率 我們看一下下面一張圖好不好 請各位先看一下齁 你有沒有幫我念一下 目前我用電的現況是國際能源總署 2010年全球各國平均每人 每年用電量最多的這個排比 最高是冰島必須是挪威 科威特 吳森堡 芬蘭 加拿大 卡達 瑞典 美國 阿拉伯大公國 台灣 謝謝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個 底頭有一些天氣很嚴寒的國家 是哪些 冰島 還有呢 摩威 芬蘭 芬蘭 還有呢 加拿大 瑞典 對 他們有很熱的地方吃到國家 阿拉伯 卡達 可威特 阿拉伯 對 那 氣候盧森堡是歐洲的小國 他是還 雖然很冷 但還OK 那 加拿大 美國 是他有 地方比較 地比較廣 對 但是加拿大基本上是 溫帶以上到寒帶 那 你需要說的氣候最疑人的是哪一個國家啊 哪個地方啊 台灣相信之下是不是 冬天沒有那麼冷 也不下雪 夏天沒有熱 那個到 沙烏地阿拉伯他們一個月給 四五十度 週末的時候到四五十度 到晚上的時候到零下 嘗試了一個非常長的時間 然後呢 我們就不知道 而且這些國家最重要這些國家 他們都有非常豐富的自然資源 自然能源 所以我覺得 那個 我問了很多的政府官員 包括我們總統 還包括我們環保署長 那這數字代表什麼意義 什麼意義 有沒有政府官員去派人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會讓我們 如此的沒有自然資源的情況之下 如此的浪費耗電呢 沒人沒人 如果說我們能夠花一點心思 把這個問題解決 找到浪費或者是耗電的地方 我們是不是根本不要去陷入那個僵局呢 我們根本不要浪費那麼多的社會成本 去討論一個從頭就不需要的問題 然後同時我們遙遙領先的是 包括日本、韓國、法國、德國、新疆國、香港等等 因為我們怎麼樣 經濟GDP好多了吧 然後這個經濟部鎖夫的2025年 現在比現在百分之十五 為什麼這樣的數字出來 我想要先問一下大家知道 為什麼這個數字出來 因為他估計我們經濟成長 跟GDP緊密的掛鉤 他估計了我們GDP每一年要增長百分之三 那各位有看新聞嗎 很好笑對不對 就覺得這個政府 不孝批評的政府 但是這個事實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不能爭論 我們只有靠預測 預測需要修正 而且根據很多世界的局勢修正 但你只有預測 而且根據預測去百分之三 然後去創造這個數字來 大家就知道這是不合理到一個程度了 對不對 不合理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我們電不夠用 沒有核四的時候會怎麼樣 你看從民國九十二年開始到現在 將近十年的時間 事實上是九十一年就一次的 是因為我以前 事實上從八十九年開始 我們都沒有缺電 而且呢 我們會來電 所謂的這個被載容量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我們為了要準備 我們在夏天最熱 所有的人都把冷氣機打開 把冰箱用上的時候的那個尖峰用電量 我們為了應付那個尖峰用電量 我們就要發很多的電去保食 那這個是 其實台電覺得太過分了 所以這個 需要把它降到百分之十 那我們現在下面好不好 這是另外一個 就是說 也很多人說 包括環保署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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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为什么我们用电 我们的排碳量这么高 然后我请教我们的署长 我们署长环保署 他非常重视这个 非常非常在意 这个核电 他也非常比较 核电是可以解碳的 他就告诉我 这个是因为电力结构的问题 好吧 那我们是盖电厂的问题 是电力结构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盖一个核四呢 我们不能先调整 我们的电力结构吗 没话讲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我们需要所有的人在斗生思 这刚刚讲到的经济跟成长的用电量 这就是GDP的成长 这个是高度 表示它增加越低 越高 那台湾是 因为最近的日本已经 它的经济是衰退的 已经停滞很久了 那台湾经 日本好一点 但是它用电怎么样呢 用电怎么样呢 这是用电的比例 成长的比例 第一名是哪里 你看到没有 最过去的代表 用电越多的 第一名是哪里 台湾 我们经济成长没那么高 我们用电成长那么高 为什么 我们请教我们的台电 请教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经济 为什么 因为我比 怎么样呢 我想不出理由来 你看下面一张 这就是林营电厂 跟台电的 在火力发电跟 这个下面是燃煤的 这是表示一个 这张表没有可能 只是说 经济电厂的一个 它的效率问题 在火力跟燃煤 这条 是 比较高的那条就是台电 比较低的那条就是 年营的 就是同样你要发 同样的度数的电 年营的效率怎么样 比较好 好 下面 这就是提供给我们 做一个参考 就是有些国家 比如说是德国 它减了CO2 它也可以同时经济成长 我再看下一张 那全世界的太阳能和风能 的比例是这样子 如果真的是很不好的话 为什么世界是往上走的局势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虽然在台湾在目前 太阳能的发展跟 风能还有绿能的发展 都会要有限 但如果这是一个 世界趋势的话 我们的政策上 是不是应该要调整 要做多一点 研究和鼓励呢 我们下一张 所以我们今天 做简单的结论 然后核业安全便宜吗 安全吗 不安全 便宜吗 不便宜 对因为核栽太大后面 还有核飞掉 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好棒 然后GDP跟电力一定是 一定要不是吗 刚才看到那么多土 对不对 那GDP高你就会幸福吗 对啊 我们就跟马先生讲说 如果今天我天天都 疫症来的不是天天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会害怕 我们会变成我们怎么样 然后我们核飞料 其实很安全 那我们会幸福 那叫幸福吗 然后妈妈的数学是什么 所以我们希望妈妈们 还有所有的爸爸 所有的 这个社会的人都应该 我们要求的是 台队公开所有真实书 去跟神力跟民众对话 做平台 我们已经要求了两三次了 去追还是没有回来 我们最继续会追下去 但我们不会有目的机制 然后给大家一个电话 然后会采取别的 对积极的行动 另外一个就是 凡是有核电 危险疑虑的电场 都不应该运作 核四上 我们因为已经有专家 说不好 我们就更没杀出吧 那前面的回合和在我们主张 应该有的安全的检测 而且因为核费 其实我们更担心的就是 核一核核三核费料 因为它已经存在了那么多 我刚才想问的时候 你知道台湾现在有几数的 核费料吗 几数 几数 一万五千多数 我后面可能有一些 恶利维教授 一万五千多数 相当于多少的原子弹吗 猜一下好了 我们在外面的东西 几十万 再来 那探索 给你